董事长郑文灿担任桃园市长任内涉嫌贪污收贿 法官昨天裁定郑文灿积压禁件 将他解送到桃园看守所 求车画面也曝光 和他同住的包含两名炸漆犯和一名毒品嫌犯 而昨晚预方帮他准备的便当菜色也曝光 不过郑文灿表示已经吃饱了 所以并没有吃 仅被撤离做的就是蔡总统时代权倾意识的大阿哥 郑文灿如今被收押整井政坛编号原本是2350 后来又说因为涉及个资已经改号不透露 而看守所第一碗的菜色也不光 四菜一汤包含乳鸡翅 凉拌豆干 炒空心菜和清蒸排骨汤 只是隔一天12号的菜色炒石树里有苦瓜 与网友大酸不知道他会不会越吃心里越苦 而郑文灿的室友则是两名榨漆饭跟一名毒品嫌犯 已经吃过面包了 所以他并没有吃我们准备的晚餐 他有带一些慢性疾病药进来服用 三天花了棉被还有凉洗还有枕头 就这样子 因为编号的部分填写一个是否泄漏 但是他够不愿意 从两度交报到确定积压 关键原因包含郑文灿应讯前 已经有管道得知检方这般内容 还将拟答遍方向传赖给秘书 秘书更多次在证人和郑文灿之间传讯息 并认为有明显串正疑虑 不过郑文灿的律师收押当晚便火速整理资料 跑到桃源地院上院方提出抗告书和卷证 而总统赖清德同晚出席活动满脸笑容和民众打招呼 完全不受访 民进党连政会主委则表示 12号起郑文灿停权三年 会进一步研议后续处分 郑文灿的收押对民进党的影响恐怕是核弹极威力 记者刘志展杨琪尔中起于台北桃源报道